那么再看页面主题 Body的全群样式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找到CSS的原代码 Ctrl F 搜一个Body 这位看这个地方 大概在1088行这个位置 那这个呢是Bootstrap对Body标签做了什么呢 CSS的样式 字起大小设的是14 那行高呢 行阶具设的是字起大小的1.428 5714倍 大概是20相处啊 颜色是不是一个重黑 而是一个灰色 那背景是一个白色 那然后呢 字起设的是这样的字起 你说中文的话 你可以把它修改成中文字起 都无所谓 好 这是我们Bootstrap对Body标签的这个样式 那接下来我们看P P标签的样式 P标签的样式呢 呃没什么改变 只是给你设了一个下接距 就是Body 像那MagicBottom 这是我们的Top 这是Right 这是我们的Bottom Bottom设了10个像素的这个距离 所以我们在Bootstrap里边使用P标签 应该是看不出来什么太大效果的 随便摆度一段东西 好 我们摆度一个Bootstrap 好复制一段文本 Ctrl C 把它加到我们这个P标签里边来 好运行 所以它默认给你设了这个样式 但你现在看不出来 只是它底下 在这个P的Bottom底下这设了10个像素的这个编具 没什么意义 那如果我们要对这个P标签里边的文字进行强调的话 那我们可以给P标签加一个样式 叫Lade 叫Lade Lade会把这个样式呢 这个文字呢 变大 注意看 会变大 这样的话你可以对这个P标签里边内容进行一个强调 它预定了一个样式 所以一般在P标签上 你要强调这个文本的话 我们给加一个什么呢 Lade的样式 就OK 那么再看对齐方式 那对齐方式呢 我可以在这个P标签上直接设 比如说我们是Lade 对齐方式我们可以用TextLeftRight 比如说Right U对齐吧 有TextLeftRight 还有Center Justify等等 好这样的话注意 我们这一道文本是U对齐了 主要U对齐了 所以U对齐的样式呢 它是以Text开始 那么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TextCenter 集中对齐 好看一下 集中对齐了 好这是我们的页面主期 文本对齐 那么再看强调文本 强调文本我们主要用到的 small, strong,em和cite 这些标签呢 这些标签呢 boostshop都给我们定义了类似的样式 你都可以使用 那比如说 我在P标签里边直接使用 small,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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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强调文本 其实好运行一下 就这些标签呢 它都帮你定义了这东西 em强调大概是写起 它也是写起 UR大概给了写起 B是加粗 strong我可能没有写 strong也是加粗的 好这是这个强调文本 这项目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在这缩略语 缩略语我们用的是 ABB,ABBR 好也试一下什么叫缩略语 ABBR 这都是atmall5的标签 它可以给一个title属性 那么说 嗯 跟我一起学习 bootstrap 那这地方呢 我们给个 学习 bootstrap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结语 好运行一下 当鼠标移到它上以后 显示这个完成的这个内容 好运行看一下 鼠标移上 出现问号 说跟我一起学bootstrap 这个标签的用法就是 你这儿 这个标签最终显示一个短语 就是ABBR里边这个短语 当鼠标移到短语上 其实一个 title的属性的这个值 但这个东西呢 也可以用一个属性交 这个啊 这样的它已经定义了这样的选择器 这个我们在原代码也能看到 Ctrl F Ctrl F ABBR ABBR 我再找找ABBR 在这地方啊 它定义这样的选择器 字起大小定义成90% 然后呢 注意看这个大写 它把这个短语 加上这个选择器的话 这个短语会变成大写 那么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我这儿有一个学习bootstrap 看这两个的区别 这个加了一个类选择器 class选择器 加了一个initial init limits init listing 好 用心一下 注意看区别 第二个bootstrap变成了大写 第一个是小写 那鼠标移到第二个上 还是这个内容 鼠标移到第一个上还是这个内容 那第二个呢 就这个弹出这个文本 字起的大小是约 字起大小的90% 这个样子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缩略语 那么再看地址 再看地址元素 地址元素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address 我们的地址 在html5里边 增加了一个address标签 就是把我们用到的地址 可以写在这个 address标签里边 那当然 address里边也可以用 强调 换行 等等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把这两个复制一下看一下 copy 给他一个换行吧 好运行一下 这上两个地址啊 这两个地址 没什么说的 这是那个html5增加的这个标签 只是bootstrap 对这个标签里边文字 做了简单的这个样式 那我们可以搜一下这个 它的样式 在原代码 你要看这个样式怎么定义的话 用Ctrl F 大概这样定义的 Magic Bottom 现在我们说20像素 字起是普通的 行高还是1.428倍 没什么区别啊 和正常的文本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引用 引用也是一天那五增加的标签 引用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引用一篇文章呀 引用一篇诗词呀 他会在这个引用的这个左边打一道竖线 就表示这个内容是来自于网上 或者来自于什么地方 那比如说我们引用一个这段吧 放引用呢 我们在这里边再加一个 这是引用 引用的内容呢 我们最好是这样来放 引用里边最好放个P标签 我这个放反了 放个P标签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指定 这指定C-E-L 那比如说来自 来自谁了呢 我们强调一下EM 来自于我们的bootstrap中文网 好运行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样的话引用它是左边打了这门刀竖线 然后给你知识引用的这个内容 说来自来自什么呢 bootstrap中文网 就来自这个地方呢 他用了一个写起 给你大概强调了一下 那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定一个样式 class 那比如说我们叫 主要叫pull left pull left和pull right 如果给个pull right pull right 可能这句话它就是相当于优对齐的一种模式 pull right的话相当于优对齐 这个引用这个值跑到右边去了 也是这个到竖线跑到右边去了 那默认的话就是pull left 好这是引用的这个用法 引用的话就是我们加一个pull left和pull right 可以决定左边这条线 在左还是右 还有这个引用的文本跑到左边还是右边 这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标签 比如说small 因为bootstrap对这些标签都进行了css的控制 所以放心的使用就行 注意 变成这样子了 更小了 好像比那个更好看一些 好这是我们这一节讲的内容 那这一节呢内容相对比较简单 核心的思想就是 bootstrap帮我们定义好了 常用到的标签的这些样式 我们直接使用这些标签 就自动使用了bootstrap的这个样式 那这一节大家的练习就是什么呢 在bootstrap的中文网 在bootstrap的中文网找文档 弄错了 点全局样式 全局样式里边有一个排满 大家把排满这一张的所有内容都看一遍 只是都看一遍 然后把这些效果都照着敲一遍 这是这一节的练习 好这些讲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